Leo流世紀 天野怒心 大家好 我是Leo 今天要來看亞美尼亞人對上賽特人 這場比賽是天梯的阿拉伯地圖 先來介紹一下亞美尼亞人這個文明 亞美尼亞人最大的特色是他的複合弓箭手 可以無視對方雙甲進行攻擊 那他的羅車的造價也比較便宜一些些 那研發的科技呢 也會有額外的征服效果 這個羅車研發的科技 那亞美尼亞人主要是他的步兵科技比較厲害一點 他的精冠技術可以讓自己的劍兵勇士高達100滴血 那後期工程器會有一點稍微不足的部分 大部分都使用巨型投資機進行攻擊 他沒有大衝車也沒有重頭 所以也沒有火炮 玩起來會比較後期有點無力一點 好 那接下來看一下賽特人 那賽特人最大的特色是步兵移動速度 是遊戲裡面最快的 伐木速度也是遊戲裡面最快的 而且他工程器的攻擊速度也是遊戲裡面最快的 所以他擁有很多這個遊戲裡面最特殊的能力 那賽特人的精冠技術給一下之後呢 工程器的血量也是遊戲裡面最多血量的工程器文明 那賽特人的後期呢主要是打這個步兵 加上自己的工程器為主的為民 工兵單位稍微不行 戰毛病的話有這個三級 三級的工兵鎧甲但是沒有三級射 這用起來手還是有點短喔 那有三級的工兵鎧甲遇到強奴稍微還是可以出一下 因為有三級甲的話比較能扛住強奴的傷害 那接下來看一下兩邊的地圖 那目前看到地圖的部分呢是後方 這個金炭五果子 看起來開局的前期還不錯 但是遇到中後期的話 這個黃金在前面還有石頭會比較麻煩一點 那下方的石頭也是 都是離的偏遠一點都沒有在這個裡面 或是野精也是的這個步驟 所以他在前中期的時候很會過得很好 但是到了後期一定要把這個前面控下來 不然被對方控死了 那就完蛋了 畢竟這兩塊金都離對手很近 對方只要往前走幾步插個寶 基本上他這兩塊金就不能挖了 就只能挖這外面的野精 那MBL這邊的黃金跟果子都在偏正前方 這看起來也還好 因為畢竟他可以從這個果子跟 從這個樹跟樹的中間 我會玩一陣房子 把自己家裡圍死 然後這裡可以圍到底 那右飛援的部分也是可以直接圍到底 沒有什麼問題 而且黃金的部分附近都是偏家 偏自己家裡的位置 所以要被騷擾到的話 也比較好防守一點 甚至反制也OK的 那石頭的部分呢 他甚至還有一塊在裡面 所以不管怎麼看 MBL這邊的地圖 是比賽爾特這邊好上很多 好 那目前看到果子 是前面開了一個魔防 然後也下了一個羅車 然後這邊打的是 三棒棒開局的賽爾特 那賽爾特的移動速度加成 要到封建時代開始才會有 這邊來看一下 變成1.03 OK 回頭打一下這隻槍兵 我還用肉馬去補了一刀 太狠了 這個男人 好 棒棒直接衝進去 想要砍一波 但是被逼走 OK 那這三隻棒棒不會生裝甲了 直接當三棒棒騷擾而已 那裝甲到底要不要生這件事情 就是看你的棒棒的血量 到底有沒有剩餘過多 甚至是看對方有沒有即時轉出射箭場 如果對方要轉出射箭場或挖進的話 那裝甲不比農可能也不用生了 那只要是打一個對方的升級失誤或是升級delay 或是黑透神那些策略的時候 身裝甲是非常可怕的一個選擇 讓對方會覺得非常的扯 你完全擋不下來吧 對方的這個戰術 比斯伊帝國就有點像是 一個牌局一樣 你選擇什麼樣的策略 就是等於你選擇什麼樣的牌型 去跟對方打 那大部分 大部分人都會選擇最佳的這個牌型 去跟對方 複打 那現在雅咪尼亞 直接轉出這個 工兵單位 毛兵 去反制棒棒轉公開的一個策略 這個也是正常策略的一種 好 單棒棒回來 就一下這裡應該是可以解掉 好 再兩隻棒棒繼續往前 上面維持 右邊拉到底 好 收掉了 搞定 好 右邊的這兩隻毛兵應該是逃不掉了 左邊的工兵繼續往左走 避免掉右邊這坨毛兵非常鑽 是東升級星 結果兩隻棒棒還溜進去這裡有個洞 Holy shit OK 圍了一下 把一村民拉走 用毛兵解決掉工兵 工兵沒有繼續射木牆 還回來射金礦的部分 這時候兩邊已經點下了 封建 城堡時代升級 賽爾特人也補下一級射 之前也有講過 這個賽爾特人 其實很適合打工兵 封建打工兵 城堡時代轉工兵 然後騎士的路線 雖然賽爾特人他有遊俠 但沒有三級馬凱 也沒有三級的 也沒有這個品種 所以賽爾特人遊俠是被我稱為殘廢遊俠的 什麼都沒有 偏殘的那種 那賽爾特人他的工兵 因為是挖得很快的關係 而且二級射也正常有 所以用起來的話 其實跟硬半的工兵果是差不多的 然後直接轉個騎士 是壓力給對方非常大的一個組合 全部都是黃金兵 騎士砍毛兵 攻兵射村民 甚至射對方槍兵也行 然後後面再轉工程器 猴子車 自己有這個攻速加成 再可憐一點再轉一些老頭 去防止對方 砍自己的工程器 這就是 攻轉騎轉 猴子車轉老頭 這個是在高端的前壓 是很常看到的招式 那這個打法 需要控的東西 細節很多 所以在一般場來說 不太常見到 但是在高端場來 來看的時候 是非常常見到的一個策略 但賽爾特這次 他並沒有要前壓工程器 是在加力補工程器 然後繼續轉工兵 騎士的部分也沒有轉出來 他可能只想用這個投石車 去砸掉這一坨戰毛兵 那如果賽爾特這邊有出騎士的話 這一坨戰毛兵就不能這樣 趁心如意的走來走去 然後這裡有幾隻寸被射到 但強化教堂該好 用強化教堂反擊的工兵回去 喔 這邊轉出的是戰鬥技師 OK 這裡有激發投石車 投石車擋戰毛兵的效果非常好 MBL這邊有點控不太過來 來 戰毛兵直接被投了兩發 畢竟我們是上帝視角 他們並不知道投石車的位置在哪裡 等他視野看到投石車的時候 通常也被砸了一發 所以這個被砸是很正常的事情 好 這邊看到工程器製造所 先尻 先砸工程器製造所就對了 哇 賽克 很有觀念 那亞美尼亞人遇到這種投車大隊的時候 有兩種選擇可以打 一個就是 自己也打投石車 另一個方法就是 轉救屬思想 去壓制對手的工程器 那對方現在有公辨的情況下 可能投石車互砸會更好一點 後面還要再補一個 工程器製造所 好囉 對 後面要再補一個 好 拍個一下 趁對方回去空洞經濟的時候 偷換一台 再換一台沒問題 那就是投石車 很多台聚在一起的時候 很容易被一台換 因為你的操作空洞會變得更小 你這樣往上下拉的時候 你的投石車還是上下移動 最終還是會被對方的投石車給砸到 對 你在控多台投石車的時候 盡量前線跟對方針對投石車的時候 只要拉一台往前 騎他去砸其他東西喔 不要兩台一起去砸 算是如果你要控兩台 你就要上下控 上面控一台下面控一台 才有可能控得好 好 這一波秀得很好 MBL這一波換掉了 一換三成功 哇 不愧 工兵也差點砸到 好 看起來這一波攻勢 薩爾特人是被擋了下來 MBL這邊是防守反擊打得很好 強化教堂全部都蓋在城鎮中心的附近 還有一個防守的位置 但強化教堂其實也很容易被 工程器的投石車給砸掉 射程只有6點 投石車的話是7點 所以高一點射程 可以安全的把強化教堂給投石掉 MBL決定要在這個高地補下一根城堡 補足家裡的洞的問題 這個洞確實有點麻煩 然後也補不下 好 左邊有工兵騷擾 用投石車砸光 再來是這邊的工兵 工事漸漸沒有了 戰鬥技師也被解掉了幾隻 這裡還有三隻戰毛兵 想碰了 這邊想用工兵秀一下投石車 有機會秀得到嗎 沒有 OK 拉一隻村民過來修理一下 補下了一級的步兵鎧甲和一級 城堡時代就要打步兵嗎 也是可以 雅米尼亞人可以提前一個時代 升級下一個時代的步兵科技 所以城堡時代也可以升級 建兵勇士 但是他這個升級造價 並沒有改變 一樣是需要750肉 350黃金 黃金跟肉量需求 基本上快要點到地龍時代了 通常會點在城堡時代 升級步兵單位的東西 就只有擊兵這個單位了 擊兵升上去確實還蠻好用的 但是要600金還是偏貴 但是黃金這個東西挖掘比較快 啊這個預判太多了 OK 但是用弓箭手射掉了 其實投石車的預判 有點像是那種 你們在打英雄聯盟的時候 預判對方機械拉你那種感覺 你不能預判太多 你可能預判一點點 你的投石軌道 還是不能偏離單位太遠 一旦你偏離太遠的時候 你打空包蛋機率就非常高 好 牙明家人這裡補下了步兵科技 還有老頭升級 點出了救贖思想 還有宗教皇樂 該點多點了 好 戰毛兵過來補下傷害 來 你想說奇怪怎麼這裡會有戰毛兵 是我覺得奇怪了 好 賽爾特這邊展出了鬆爛無事 來應戰戰鬥祭司 但跟戰鬥祭司互打這件事情 其實很會 甚至連劍兵勇士都打不太贏這個戰鬥祭司 但戰鬥祭司的缺點就是造價很貴 要60黃金30肉 基本上跟一隻騎士快要差不多價格了 那他的好處就是 就是只需要升級步兵科技 還有這個 修道院的科技而已 好 這邊砍掉了一些 賽爾特的鬆爛武士 左邊本來想要蓋根堡 但是被抓包 好 賽爾特人優先升到了帝王時代 那亞美尼亞人這邊是擁有 這個升旅科技全開的情況下 賽爾特人要用工程器 反制這些戰鬥祭司的話 唯一的條件 就是用自己的老頭 自己的這個 鬆爛武士 去解掉後面的老頭 才有機會使用工程器 去解 但是賽爾特人這邊要出工程器 去解這個 這邊的戰鬥祭司的話 也需要一些坦克 在前面坦住 不然這個戰鬥祭司 直接 往工程器砸的話 也是打得很快 所以賽爾特這邊的控兵 就會顯得更困難一點 並不是這麼好 解掉這一坨兵的問題 那這邊當然他也可以 直接爆一個 劍兵勇士去反擊 那我們剛剛前面有說到 亞美尼亞人是可以打贏 劍兵勇士的 因為體質天生的關係 那大量工兵有沒有搞頭呢 其實 大量工兵 其實 以賽爾特這個文明來說 有點虧 我覺得至少要有強弩 沒有拇指環就算了 至少你要有強弩再去生 那賽爾特人是 連強弩都沒有了 也沒有火槍 所以遇到這種步兵 非常強勢的文明 就會非常難打 後面老頭照一下 後方的賽爾特 鬆爛武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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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知道他的目標就是要打爆這些老頭 老頭打爆了之後 裝成器就可以出關 好這邊是 前面出了兩台巨頭 但是戰鬥祭司的血量實在太多 硬生生扛了城堡的傷害 拆除了這兩台巨型頭司機 OK拆完之後再回家 繼續補血 戰鬥祭司的優點 就是可以自己奶自己 但補血速度稍微慢了一點 不像一般的祭司了 這個老頭 我生女補得這麼快的感覺 好 那下環這邊也在補不下大石牆 後車漲了一發 鬆爛武士上去 開扁 但應該是打不贏 因為鬆爛武士現在還沒有升級完成 精銳甚至還沒有點下 鬆爛武士這個單位有沒有精銳啊 這個山洞其實差很多 好 好 左邊再圍一下 那他沒有辦法順利過來 這邊直接尻掉石牆 前方的投石機 可能沒救 後方的三巨頭 開始進攻 哦 十四巨頭 直接拆除 賽爾特現在攻城器 現在有數量上的劣勢 步兵單位現在也不多 那目前 賽爾特人這邊的想法 還是想繼續使用鬆爛武士進行反擊 那這邊他卡到了要採巨型投石機 又要採鬆爛武士的一個窘境 步兵單位太少 就沒有辦法抵抗這些步兵單位 如果你的攻城器多的話 也只能打攻城器也沒有單位可以打 你要量產的話 用某攻城器當中可以進行反制 現在是賽爾特這邊打的一個很難受的地方 雖然現在抽名術領先 但軍事上來說 是很難考慮住這一波戰鬥技師了 好 戰鬥技師現在是九十五第一血 還沒有升級精冠技術 太狠了 哇 好 這邊爆凱因波 直接硬上 只拆掉了一台巨頭 後方城堡掉了 巨型投石機也被拆掉 好 這邊受不了 開始轉裝甲步兵 因爲這邊的產能實在太差了 但是 轉介兵有的是 也不是一個 能打贏戰鬥技師的一個選項 除非數量真的夠多 那這邊 賽爾特人要趕快去量產起來 不知道還有沒有時間 畢竟人家 投石機都A在臉上了 好 改增兵技術 後面補 大概要補 有多少木頭 就補多少軍銀了 這個 這個在打他 所以會越打越烈士 長劍兵生下 至少趕快生到雙手劍兵 長劍兵繼續量產 OK 前面兩台 兩棟成人東西都沒了 然後黃金開始被控住了 裡面那塊金已經挖乾了 剩下一塊野金 他好像沒有看到 OK 雙手劍兵補下 OK 雙手劍兵補下 哇 四台巨頭 雜超派 這一點村民是修不回來的 十七村 沒有二十幾村 應該是五村 這個看起來偏困了 應該要二十五村 他能修得回來 再一發就沒了 好 看來正面這一波 正面這波戰鬥技師 血量非常彈 後面城堡已經掉了 現在沒有城堡的幫忙 只能進行硬彈 那這邊還是雙手劍兵 還不是劍兵勇士 所以現在打起來的話 一對一單挑還是輸給了戰鬥技師 但是現在上方有一點數量優勢打一了 但是後方的城堡技師 只不過來把所有的雙手劍兵給砍掉了 再特人證明大量農田 已經全部損失殆盡 只剩下後方的農田 那後方農田的話 肉量也不足夠 可以補下這個劍兵勇士的升級 這裡可能要再補下更多的劍兵勇士 差有機會打得贏 木頭有點爆量喔 這邊直接打出GG 看來受不了了 戰鬥技師125滴血 直接加30滴血 非常的兇猛 那戰鬥技師也是成為 世紀帝國裡面的血量最多的步兵單位 雖然造價來說 非常不便宜 需要60塊黃金 而且他擁有生侶屬性 肉麻打他也會有額外增上的效果 所以這個戰鬥技師在特地的情況下用 真的是不錯 但是 大部分的局面來說 還是有點難用的感覺 好 我們來看一下統計資料的部分 統計資料的部分 是由賽特人拿下資源上的勝利 果然亞美尼亞人 遇到這個情況 還是 略輸一些 不是略輸 是大輸一些的 拿起來還是 偏弱的 經濟的方面 雖然有五生物 但經濟還是遠遠不及賽特人 軍事方面是拿到1.64的KD 整整贏了一個KD 代表他的單位 非常的兇猛 可以換到對方快要3倍KD值 等於說這個戰鬥技師 在步兵對打的情況下 只要對方不轉火槍啊 步兵 就是妥妥的可以彈過去 無腦A都沒問題 但遇到火槍啊 強奴威命 就會沒有辦法出場 這是亞美尼亞人比較可惜的地方 那賽爾特這一把的問題 可能是地屠殺吧 我覺得 看起來更像地屠殺 最近兩塊附金 在前面太慘了 後面的話 唯一他真的有問題的地方就是 太堅持使用松蘭武士去打 雖然他沒有升級瑞是對的 但這個劍兵勇士 轉得太慢一點了 如果他在找個10分鐘前就轉的話 這邊在慘劇情投資機的時候 後面就不要再按松蘭武士了 直接開始下軍 他是轉劍兵勇士的話 說不定還會有點機會 畢竟收藍武士量產慢 但劍兵勇士就不一定了 量產快 趙家又便宜 扛正面的話 還是有點看頭的 好啦 那我們今天影片也就差不多到這囉 那如果喜歡這部影片 請記得幫我按下訂閱 我們就下次再見了 各位掰掰 謝謝你們 收看